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黨高雄今議員召開記者會要對韓市長每日疑問 今天的主題呢 他們端出了一大盤的高雄芭樂 把芭樂切成四分之一放在口中品嘗 暗奉韓國瑜只做了四分之一的任期 叫做四分之一韓 又開了一大堆芭樂票 來聽一下議員怎麼說 我們吃韓四分之一 看不出韓市長對這兩件事情 他有即時的關心 或是即時的政策指示 要高雄市政府的這些相關舉出 要去做什麼 也看不到這些副市長 或者是副市長代行市長職務的人 有任何的表達 也有議員痛批 韓國瑜請假拼選戰的第一天 高雄的治安就傳出了重大事件 居然有毒品痛 在自家的陽台丟下衝空槍和警方對峙 雖然這個是改造槍 但是也讓民眾是非常的驚嚇 議員也痛批韓國瑜請假拼選戰 把高雄的市政放一邊 真的很不負責任 使 消息人 谢谢大家